流亡德国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获德国书商和平奖 10月14号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颁奖典礼上 廖义武致辞说中共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16号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文声称 廖义武的精神出了问题 但有评论人士说廖义武喊出了中国人几十年来心底的呐喊 在德国的圣保罗教堂 廖义武获颁2012年度德国书商和平奖 这是这个奖项自1950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作家 评委会认为廖义武及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人类尊严 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通过有力的语言和无畏精神 廖义武为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群体发声 及进行时代见证 廖义武当天的致辞主题是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演说内容以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中最小的死难者吕鹏开始 并讲述历史上的中共统治者及今天的中共执政者 以统一为名 剥夺国民权利 他把中共称为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 地球灾难的源头和无限扩张的垃圾场 廖义武在演讲结束时强调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颁奖当天 德国电视台全程直播这次活动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电视的特写镜头中 德国总统高克眼泛泪光 而廖义武向德国之声介绍 作为来自东德的一位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家 高克能够充分了解他演讲中传递的价值 时隔两天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善人评的评论文章说 廖义武的发言让人怀疑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并指责在场的总统高克以及与会者 相反的 时事评论员史达认为 廖义武的这些话相当有分量 说明中国处在变革的前夜 此外 史达希望每个中国人拍拍胸脯 问问自己的良心 到底一个合法国家政权对人民有没有责任 一个合法的国家政权存在的标准在哪里 还有近代中国人民的灾难 跟中共这个政权有没有关系 如果能够公正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话 不难判断出来廖义武讲话这个合理性 或者是不合理性 维基百科记载 1990年3月初 廖义武筹备并拍摄了诗歌电影《安魂》 主题是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随后不久 廖义武在重庆被国家安全局抓捕 与此同时 警察还抓捕了几十位诗人和作家 其中包括廖义武已经怀孕的妻子 最后 廖义武被定性为政治犯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 坐牢四年 自杀两次 九死一生 廖义武曾经说 入狱时必须脱光衣服 肛门也被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 他说 从那一刻起 我活得跟狗一样 他每每想起那段时间 都难以相信自己还活着 廖义武曾16次被中共当局阻止出境 2010年9月 终于首度离境到德国参加柏林国际文学节 而去年 廖义武多次要求出境不被允许 于是他在2011年的7月2号 徒步走过中越边境 5号 在越南河内登上飞往德国的飞机 6号清晨成功抵达德国